喂喂喂 好 那就打開講義 來 各位看一下 九十一頁 來 九十一 做工與力學人手橫 上次有講到做工嘛 對 上次講到這邊 什麼是做工 能量的移轉 我把能量交給你 那你的能量可能就會增加 可能你的動能增加了 可能你的衛能增加了 可能你的熱能增加了 都有可能 所以做工 我要怎麼把 能量交給你呢 就是力量作用一段距離 力 作用一段距離 力量作用一段距離 這樣就好了 力量作用一段距離 力量作用一段距離 這個就是我們的做工啦 所以我們上次想 減到什麼樣的公式 做工必須要等於力量 去內積位移 就是要平行有效啦 一定要平行有效 力量作用一段距離 力量作用一段距離 然後呢 你要乘一個cos c 就是必須要平行的力量 才會有做工的效果 一定要平行的 所以以課本上的例子來講 一個木塊在這邊 然後呢他往右邊移動了一段距離 也是 阿你是怎麼拉他的 你是這樣拉他 你是這樣拉他 中間夾了一個 c大角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做工就不太好算啦 是不是 做工你必須要用什麼 你必須要用平行力 去乘以這個位移 就是fcos c大 乘以這個位移 為什麼 因為這個垂直的力量 沒有做工的效果阿 他沒有用 他不會做工 他沒辦法把能量交給 這個木塊 沒辦法 這個木塊呢 受到一個垂直的力量 他不會變快 不會變慢 所以他做工是失敗的 只有這個才有做工的效果 要平行才會有做工的效果 有做工 好對 那 做工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什麼 做工最直接的影響 我給你能量嘛 我推這個板差異吧 我推推推 推 呼 那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他會 飛出去嘛 就是他的運動能量變得很大 對 所以我們就說 這會等於什麼呢 等於動能 動能變化 動能變化 好 好不好 會等於動能變化 好嘞 如果我給你多少錢 你身上就增加多少錢嘛 我對你做多少工 你的動能就會增加多少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對 所以事實上他還蠻直觀的 好嘞 那個 我們來試試看 來翻過來 翻過來 來我們看第一題好不好 來 92頁第一題 來 如右廚所示 這個 電幅梯與水平地面的夾角為 θ 小滑 好 站在 這個電幅梯上面 小滑站在電幅梯上面 好 站在這邊 好 好 N代表電幅梯給小滑的正向力 好 那F代表電幅梯給小滑的摩擦力 當電幅梯以等加速度從靜止開始上升 好 到達一定速度之後 維持等速上升的過程當中 好 對地面的觀察者而言下列須述何者正確 好嘞 所以說它有兩個 兩個過程嘛 第一個是 加速度階段嘛 好 對不對 好 加速階段 好 第二段 第二階段呢 好 是等速階段 好 就是你一開始 你一開始靜止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電幅梯要 這手幅梯要加速你 對不對 加速階段 可是它不可能一直加下去啊 對不對 它加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就不加了 就維持等速度 對 所以有這兩個階段 好吧 來各位 那你就可以這樣想像啦 欸第一件事情喔 欸 等速度 有沒有動能增加 等速度有沒有動能增加 你都一樣快 動能有沒有增加 當然是沒有啦 所以等速度階段 它動能是沒有增加的 好吧 就 維持一樣的速度 維持 就是維持一樣的動能 對 因為你沒有變得更快啊 對不對 你也知道嘛 子彈要飛得越快 那殺傷力越強嘛 啊你子彈都飛一樣快 啊當然 就動能就沒有增加啊 就維持固定了嘛 好 是不是 所以這個等速度意思就是 動能不變啊 動能 不變 沒有增加 好對不對 啊這個加速咧 從禁止 越來越快 有沒有 禁止的西瓜 變成飛出去的西瓜 哪個殺傷力比較強 當然是飛出去的沙瓜 飛出去的西瓜嘛 所以這個是動能增加嘛 好對 動能增加 好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去分析喔 這個加速階段跟等速度階段 它們兩個的 受力模式如何 好對 那來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請問一下加速階段 它受到哪些力量的作用 加速階段 你覺得它站在這邊 它受到哪些力量 對不對 注意喔它加速度是朝這個方向 好它加速度是朝這個方向 好嗎 朝這個方向 嗯 好越來越快 那它受到哪些力量 來各位能不能把它畫出來 這個是 就是緊磚三十四起嘛 四年前的題目 來 欸它受到哪些力量的作用啊 它受到什麼力量 欸你在地球上嘛 至少就有什麼 重力啊對不對 所以先把重力畫出來 至少就有重力 W 等於NG 好對 至少就這個力量 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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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各位你 你坐在椅子上 是不是 你為什麼沒有掉下去呢 為什麼你不會掉到地板上去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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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嘛 對不對 因為有 椅子有正向力的支撐你啊 你坐在椅子上 那個 你的椅子 往上支撐你啊 對不對 垂直接觸面的力量 有沒有 所以有個往上的正向力 N 好 往上正向力N 所以這樣子請問一下 就只有這些嗎 就只有這些嗎 來各位啊 你可以發現喔 它的加速度方向是朝右上角欸 對 它加速度方向是朝右上角 所以這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它有一個 向右的加速度 好 它有一個向右的加速度 我把這加速度拆了嘛 好 向上的加速度 AY 好啦 來各位 它有一個往上的加速度 它加速度是朝上的喔 來各位 加速度朝上 所以代表說 正向力跟重力 哪一個比較大 代表哪個比較大 正向力比較大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有AY 所以這個正向力是大於W的 向上加速度 各位你要知道 有加速度代表說 你合力 不會是0啊 對不對 你往上加速度代表說 你N比較大 好不好 加速度啊 正向力是比較大的 對 可是你不覺得這樣很奇怪嗎 那 那 誰給它 往右的加速度啊 對 我們牛頓學過啦 牛頓不是說F等於MA F等於MA 你要有加速度 又一定要有力量嘛 那問題來啦 你往右加速度 那誰提供往右的力啊 那誰提供的 事實上那課本上有寫齁 就是 這個人 小滑嘛 小滑和 墊幅梯之間的 摩擦力 好 摩擦力 對 這個小滑和墊幅梯之間是有摩擦力的喔 這個摩擦力會幫助小滑往右邊加速度 對不對 所以說 這邊的加速度呢 好 是來自於 好 這個摩擦力 好 好吧 好 可以接收嗎 好 唉唷 來 各位 那我們來判斷一下 來請問一下 這個正向力有沒有做工 正向力有沒有做工 有嘛 因為小滑是往這個方向走啊 所以有沒有往上走 這個小滑他有往上位移又往右位移嘛 對不對 所以正向力是有做工的 正向力有做工 而且正向力做正工 好為什麼 因為小滑往上走 這個正向力也往上推 好對不對 往上走也往上推 那當然就越走越快啦 所以這是做正工 好嘞 可是這個重力就相反了 好 這小滑往上走 那重力往哪裡 那重力朝下 各位他扯你後腿啊 你往前走 你往左邊走 你往左邊走 但是有人把你往右邊推 你就越走越慢啦 你越來越慢 你能量越來越小欸 所以 這邊的重力 做復工 來偷他能量 好 重力在做復工 啊 摩擦力耶 摩擦力有沒有做工 摩擦力有沒有做工 你看嘛 小滑是不是 他是往這個方向走 好對 代表說他有一個往上的位移 有一個往右的位移嘛 好是 因為他位移是往右上嘛 所以往上位移 又往右位移 欸恭喜你啦 有沒有往右位移 有 有沒有往右邊的摩擦力 有 那太好了 你往右邊走 阿別人摩擦力也幫你往右邊推 來 你會越走越 快嘛 你自己試試看啊 好 你往右邊走 我也幫你往右邊推 你就越走越快 所以這個是 做正攻啊 所以F 做正攻 好吧 所以加速階段 加速階段 正向力做正攻 重力做復攻 摩擦力做正攻 好吧 我們就全部都判斷出來 這是加速階段 好對不對 啊 不要太開心 我們還有一個等速度階段 欸 這個位置有點小 我把它移到右邊來一點好了 我們還有一個等速度階段 好 好 這是小滑 好 對 好 聽說小滑是女生 看到很多課本那個 小滑是女生欸 我一直以為小滑是男生 我覺得好奇怪 好 來 小滑它等速度喔 所以動能沒有增加喔 來各位 它現在是等速度 來來來 所以它受到哪些力 欸 第一個 重力嘛 好 重力 一樣是NG 好對不對 好 可是這個時候正向力呢 也是朝上 好 正向力也是朝上 跟這個正向力就不一樣了 這個正向力是大於W的 但是 這個正向力呢 它是等於W的 為什麼它等速度啊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字 有沒有看到等速度 有沒有看到等速度 等速度什麼意思 所有力量都抵消了嘛 對不對 所有力量都抵消了嘛 好所以 這邊的話 它的加速度等於0 所以正向力等於重力 好就是 上下抵消 所以你等速度嘛 好對不對 好所以 這個基本上就是要判 你要判斷一個東西 它合力有沒有等於0 你就先看題目 它是說加速呢 還是等速度呢 好對 我都幫你圈起來了 有沒有 對你多好 題目沒有幫你圈啊 題目是不會幫你圈的 所以你要自己抓那個關鍵字啊 好對 看到加速 合力不為0 一定有一個力量比較大 好看到等速度 合力為0 所以一定是上下抵消 而且左右也會抵消 好對 這個是我們第四章學的嘛 就是 物體合力為0 就會做靜止或等速度 好對 所以你要 判斷一下 這個物體到底在幹嘛 是靜止呢 是等速度呢 還是加速度呢 好對 這個在1到8章是很重要的 好 第一章到第8章 我們都在討論 這個物體到底有沒有加速 好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好現在重點了 你看看 這是y方向 x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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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今天是等速度 我今天等速度 所以我會不會有向右的摩擦力 或向左的摩擦力 不會有 我不會有摩擦力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因為他a x等於0 他沒有加速度 所以不能出現摩擦力 好 不能出現摩擦力 對 你一旦出現摩擦力 喔那開好了 那不就代表說你會 往右邊加速嗎 比如說 你的摩擦力朝右 那這個人就會受到向右的力 他就向右邊加速度 好對不對 所以 這兩個情況不一樣喔 好 這兩個情況不太一樣 好 再講一次 在左邊呢 正向力大於重力 但是在右邊等速度的時候呢 正向力是等於重力的 抵消嘛 等速度 對 在左邊呢 是摩擦力向右 為什麼 因為他有向右的加速度嘛 可是在右 在等速度階段 不好意思 你沒有向右的加速度 所以可以判斷出你的摩擦力是0 對 好吧 所以這個時候正向力會做什麼功 來來來 那小滑一樣是往右上角去走嘛 對不對 他一樣有向上位移跟向右位移嘛 好是 所以這個正向力 做什麼功 來 小滑往上走 正向力也往上推 做成功 做成功 好對 那重力咧 欸 小滑往上走 但是這個重力往下拉 啊不好意思啊 重力做 復工啊 重力做復工 好 好不好 來 那 摩擦力啊當然是不做工啦 0啊 不做工 好 所以我們就全部都判斷出來了 所以你就選項就寫一下 好不好 咳 咳 這題沒什麼計算 但是他觀念 考得蠻多啦 來 就麻煩各位 這一 像這種題目 出的真的蠻好的 所以我把它留下來了 好 來 那我們繼續囉 來我們繼續 來我們看哪一題呢 你想要看哪一題 看一下三十六好了 好 六六大順 欸 我剛剛在念什麼 第二題啊 第二題啊 什麼三十六題 三十六題 三十六題啊 井磚三十六題 來 小明用水平定力六十牛頓 去拉質量二十公斤的物體 好 所以說小明 小明又出現了 用水平力 拉一個物體 出力幾牛頓 好他出力六十牛頓 好 有沒有小明力大無窮 出力六十牛頓 六十牛頓還好啦 就那個 十平寶特瓶啦 十平寶特瓶的重量 就差不多六十牛頓 十平六百CC寶特瓶 好 那往右邊移動多少位移呢 沒寫 可是他有寫一個關鍵字 光滑水平面 你有沒有看到 光滑這兩個字 太好了各位 看到光滑就要開心 就代表說你不用 再去考慮什麼摩擦力 撒小的那些 有沒有 少考慮很多東西 所以看到光滑圈起來 沒有摩擦力 對不對 那由靜止開始前進十秒鐘 所以他一開始速度等於0喔 一開始速度等於0喔 然後光滑 沒有摩擦力 好 往右邊 往右邊這樣去 滑一段距離 好 對 那問題啊 他想要問這個做工是多少啊 他沒有給你距離 那怎麼辦 他沒有給你距離欸 那各位你就要想一下啦 這個我們在第三 欸 第二章有學到齁 就是一個物體啊 他受力啊 欸 受力會做什麼運動啊 喔 太好了啦 加速度運動啊 喔 對不對 所以 有受力 而且他又是20公斤 20公斤 啊 他就會被往右邊拉拉拉拉 而且越拉越快 喔 對不對 越來越快 喔 好不好 所以他就是做一個加速度運動 好 對 所以我們這個位移 我們這個位移 可以怎麼寫呢 來 位移 我就寫中文給你看啦 位移就會等於 好 假你忘記的話去翻一下第二章的 課本齁 我們有這個V粗T 加二分之一AT平方 對不對 這個公式啊 啊 只是我們 一開始是禁止嘛 有沒有 他說禁止出發 有沒有看到關鍵字 禁止出發 所以一開始速度是0 來 把它劃掉啦 耶耶 禁止出發 禁止出發 好 二分之一 欸 完蛋 加速度多少 他也沒講 他有沒有跟你講加速度 好像沒有耶 不過沒關係 我們學過牛頓嘛 我們牛頓不是說F等MA嗎 對不對 啊 我60牛頓嘛 60牛頓的力量嘛 拉一個20公斤的物體嘛 所以你加速度馬上就求出來啦 來 加速度多少 3MS平方 來 所以這邊要乘以3 好 他有一個往右邊的加速度啦 啊 乘以時間 時間的平方 來 時間是多少 時間是10秒鐘 10的平方 好吧 好吧 所以算出來就是 150焦了 150焦了 好 所以 做工100 欸 有這答案嗎 好像怪怪喔 等我一下喔 啊 你出錯了 喔 我忘記 來來來 寫錯了寫錯了 這邊是距離啊 150公尺 好 他拉了150公尺啊 好 對不對 所以做工多少 做工 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這樣寫啦 來來來 他出力60牛頓嘛 好 他拉了150公尺嘛 好 所以做工 就是力量 內積位移 所以就是60乘以150 好 所以就是00630 近3000 好 9000焦了 好吧 所以有力量 有位移 你就可以求助做工了 好 這其中一種方法 好 來 右邊 九二三頁第五題 這個 來 九二三頁第五題喔 來 觀念題啊 來 A選項 你把球丟出去之後 飛行過程當中 水 那個手會不會對千球做工啊 哇 你真厲害 好 對 好 對 你 球都飛出去了 你的手還能對千球施力嗎 也就不行了嘛 好 所以 當然就沒有做工啦 W 手等於0 對 千球飛出去之後 你就沒辦法再對千球施力了 好 所以當然就沒辦法做工啦 好 來 B選項 這個地球繞太陽一圈 是因為重力做的工和復工抵消 地球繞太陽一圈 好 這太陽嘛 好不好 好 這太陽 好 對 那 它整個過程當中 太陽對地球有沒有做工呢 那你就看啦 來 我們這個地球往右邊走嘛 好 地球往右邊走 好 那力量是朝這個邊吸 好 力量朝這邊吸 好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是做什麼工啊 欸 我往右邊走欸 但是你把我往左邊去拉 天啊 真的有夠討厭的 所以這個叫做復工啊 好 這個叫復工 好 對 我這樣地球這樣繞繞繞繞這邊來 好 速度朝左邊 那太陽把它往這個方向去吸 好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是做什麼工呢 那這個時候就是做正工啦 好不好 因為 往右 往左邊走嘛 它力量往這邊推嘛 所以做正工 所以就這樣子做復工做正工做復工做復工 好 對 哇 越轉越快 好 當然是沒有嘛 就是我們 地球 落太陽都 都 大致一樣的速率嘛 好 對 沒有越來越快啊 沒有嘛 那為什麼 好 因為做工 都抵消掉了 好 都沒有 所以這B選項也是對的啊 好 B選項也是對的 打勾勾 兩個都打勾 好 然後再來是C選項喔 向心力對物體有做工嗎 好 向心力對物體有做工嗎 這個 這是一個好問題喔 你覺得有沒有啊 畫圖出來就知道啦 好 物體做圓周運動 好 對 呃 速度朝哪裡呢 好 速度朝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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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力量朝哪裡 啊 力量朝這邊嘛 好 向心力嘛 向心力嘛 好 向心力 好 向心力 好 向心力 好 當然就全部垂直啊 好 不做工 好 全部垂直 好 所以 不做工 好 全部垂直 好 來 租選項 拋體來回一趟重力做工為零 呃 這個 是因為重力所做正工他復工抵消 有嗎 有嗎 那你就看啊 他這樣子 上去又下來嘛 對不對 當然這個重力朝下嘛 好 重力朝下 但 他往上走 好 往上走 對 這一段是位移嘛 好 往下 他 重力往下嘛 但是 他位移是朝上 欸 這個時候就做復工嘛 好 復工 啊 另外一邊咧 欸 好 重力朝下 好 重力朝下 那 他也往下掉 正工 好不好 重力朝下 位移朝上 做復工嘛 啊 往下掉 重力也朝下 那你就做正工 啊 兩個就抵消了 所以正負工抵消 所以正負工抵消 好 好 來 一選項 這個 初超水平面 做 等速度 運動 V的物體 他的摩擦力 做工是多少 有沒有看到關鍵字啊 等速度啊 有沒有看到關鍵字 等速度 就是 那等 可是你明明就有在拉他 不是嗎 他明明就有受到摩擦力啊 對不對 結果他居然還能夠等速度 好 為什麼呢 他這樣 他這樣走過來嘛 他不是受到摩擦力嗎 他不是受到摩擦力嗎 好 對 那為什麼他還能夠等速度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 所以 往右邊 的力量也一樣 好不好 往右跟往左抵消了嘛 好 往右邊拉 往左邊 摩 抵消掉了 好 所以做等速度啊 別忘記了 他是往右邊走 好嘞 他是往右邊走 是 啊這樣的話會做什麼樣的勾呢 好 你就看嘛 他往右邊走嘛 那力量是朝右 所以 F是做正攻 這個木塊往右邊走 力量往右邊推 那就當然做正攻啦 可是摩擦力都不一樣啊 他往右邊走 但是摩擦力往左邊 所以FK 好 做副攻 FK做副攻 好吧 好 欸 怎麼空白 來 95頁 來便利做工 來便利做工 來 P95 來 P95 我今天力量是